大家好,您叫姚惠子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避暑圣地成德 我在天津有青年的学习生活这样子的经验 然后呢,在北京有一年多的经历 我的本科毕业于天津理工大学 应用物理专业 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 凝聚太物理专业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北京新东方高中物理教师 第二份工作是天津某高校的科研秘书 今天希望能够求得一份人力资源的相关工作 谢谢大家 双方老师好,特别喜欢你 慢点说,搞什么急呀 说的都没听清 本科在哪个学校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理工大 然后硕士在南开 都是学物理的 咱的工作经历是第一份在新东方当物理老师 为什么辞了新东方 不是挺好的吗 收入还可以吗 对,可以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刚才也说 我在新东方是一个从学生的兼职 转到全职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想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就是当时我总结一下 他给我的就是他的薪水还蛮高的嘛 然后还有就是周一到周五是休息的 春夏秋冬四季课之前也是有休息 周一到周五休息 对吧 对,六日上班 对,因为是就是因为你给高中生做培训 学生六日放假 所以我们六日上班嘛 这样子的 所以总结一下就有钱有时间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我想要的可能是这样子的 首先就是我是一个 就是我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我学习意识挺强的 当高中老师 我当时就感觉是我的输出大于输入了 就是一年多之后 我觉得有点 对对对 有点自己被掏空了 尤其当我看到我同学他们都就是 别人的世界都在上升 然后我就原地不动那种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因为就是我是喜欢跟人交流的 然后当时周一到周五都宅在家里 周六周日是学生 因为你想跟人交流 人家上班呢 对啊 对啊 然后都是周六周日面对的也都是学生 所以我觉得我跟成年人交流的机会太少 然后当时就觉得不太适合自己这个工作 就离开了 对 然后又干嘛了 就是一个高校的科研秘书 当时我就分析一下自己的优缺点 然后觉得自己想从事什么 当然就想做人力资源 然后呢 我计划就是我一边在那边继续跟管理学员听课 然后我计划在13年的5月份 要考人力资源管理的认证 是这样子 13年5月份考认证 对 然后走人力资源方向 现在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听着课 是吧 未来考那个认证 今天来这找工作 对 是吧 太清晰了 谢谢小刚老师 本科四年学的物理 对 硕士三年又学的物理 对 学物理学七年了 对 今天想找的工作是 人力资源 和人力资源有关的工作 那物理就不干了 多可惜啊 对 但是是这样的 而且你看你这专业 凝聚太物理 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能不能介绍一下我的毕业论文啊 可以啊 是这样的 我的毕业论文叫 荣交凝交法 智卑特离子参子二 你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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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性能的研究 好 接下来我解释 我慢点也听不懂的 我接下来解释 就凝聚 凝聚是什么玩意儿 是这样的 我要做的是一个发光材料 我要做的是个发光材料 任何发光材料都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叫发光中心 它是发光的那个 还有一部分叫机制 它是发光中心得以存在的这样一个环境 然后呢 我做的这个东西 它是荧光粉 它的发光中心是特离子 然后它的机制是二氧化硅 但是特离子不存在在二氧化硅中 所以我需要一种方法把它弄进去 这个方法叫熔焦凝胶法 所以刚才把那个 我们再把那个题目看一下 就是熔焦凝胶法是方法 制备特离子掺杂二氧化硅 它应该是我制的那个东西 然后研究其发光性能 是我最后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所以论文的题目叫 熔焦凝胶法 具备特离子掺杂二氧化硅 荧光粉 发光性能的研究 笑刚绝对晕了吧 我说一句话 我说一句话 你不当物理老师 是物理教学界的损失 我就想问一个 你为什么想去做人力资源 对 为什么要去人力资源 首先我想问 你做过人力资源吗 他肯定没做过 没做过 你别提他回答 他就是说没做过 他学了 没干过任何一件 跟人力资源相关的 你没说的那些事 我发现我老板真无聊 一个老板问了问题 八个老板一起回答 这活人在这儿呢 他能回答 对 做过人力资源吗 做过人力资源相关的 我没有做过人力资源 但是就是 我当时只面试过一次正式面试 是面试的华为 在群面的时候 然后就是最后的时候 HR会问大家的问题嘛 然后HR当时问我的问题是 好 现在如果你是HR 在这12个选手当中 就是除了你自己以外 选三个人 组建一个销售团队 你会怎么选 然后当时我是这样子选的 首先第一个 我选的是一个 我选的是一个 南开大学数学院的 一个研究生 我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就是在整个面试过程中 你会发现 就是他会把资料收集的很全 他对公司的了解是很深的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 是需要有这样子一个人 然后接下来我选的第二个 是一个天津科技 或者是天津商业 这样一个本科的女孩 这个女孩就是 你一看她就是那种 沟通能力巨强的那种人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 动静之间的配合 后来就是其他人说实话 给我的印象就差不太多 谁都表现的不差 但是也没有谁特别突出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突然看到一个男生 他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是天津理工大学 但他是专生本 他是专生本这样的 这个情况 就是他会说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经验是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这种 应该是一个逆伤的表现吧 我就觉得一个团队里面 有情商智商逆伤的完美结合 就大概是这样 我知道比较肤浅 稍等稍等 这个事是发生在多久以前的事 发生在一年 一年多以前 一年多以前 对 你出生之后第二个月的事 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女生太吓人了 一年将近一年半以前的事 然后他说 我对不起 抱歉 我今天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 我给大家复述一下 当时的场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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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事后 表达的能力 freaked out 他的表达能力 他的表达能力却到嚇人的程度 Eng and 语速又很快 他的语速滞开 其实是逻辑能力 很想看五分钟表达的东西 会比别人五十分钟表达的都要全 欢迎你来 谢谢小哥 所以我现在特别有一个 我太自动了 小哥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 你为什么想做人力资源 第二个 你是否还喜欢物理 就是其实是这样的 我在本科的时候 就是我选择这个专业 当时是没有想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 然后在研究生的时候 因为说本科高考有点失常了 就是我希望能考到一个好点的大学 我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做什么 就这样子一路稀罗糊涂的过了七年了 我觉得就是七年都过来了 当然就是之前的放弃可能会挺可惜的 但是如果向后看的话 我可能就不是说是可惜七年 而是抱憾终身了 就是我可能确实不太喜欢 从事这种研发技术类 就这种物理类的工作 好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人力资源是 就是我是用排除法做的 我当时也是先分析了一下 自己性格的优点和缺点 然后分析完了之后 我就会把自己最后卡在了行政线和辅助类工作上面 然后最后就只剩下人力资源 公关还有行政管理 一会儿有爱启发的 姚进波呀 石小燕呀 尹峰啊 陈昊啊 这都是爱通过启发改变别人人生的人 所以如果通过了别人启发 大家说 惠次我告诉你你错了 你根本不适合人力资源 你适合什么什么什么 请问你今天有没有改变的可能性 就是我当时的第二页是高级行政助理 只有这两个可能性我不会改其他的了 我觉得我找了这么多年总算找着一个方向了 惠次 我觉得你前面啊 你这个从大学到研究生 前面这个人生是蛮完美的 你当时应该研究生在栏开 应该很多知名企业 好的公司到你们学校来校招啊 我不知道你同学都找什么样的工作 你为什么在那个那一波浪潮里面 没有找一个好的工作 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我当时唯一投的一份简历 就因为华为是最早的 就是华为 然后华为我也最后到了中面 到了boss面的那一关 然后当时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是个特别容易纠结的人 而我当时跟新东方那边的领导 已经答应他我过来了 所以最后中面的时候 我就刻意的就就没去 你已经到中面了 但是中面你就没参加 原因是因为新东方的人说 告诉你说都已经做了这么久兼职 挺好的来吧全职吧 对不对 我能冒昧的打听一下吗 就是姚老师 你在做新东方的全职的时候 就一周干两天那活 年收入大概有多少 大概 有二十多万吧 二十万出头 今天找工作你的薪资的诉求底线 五六千吧 就是一个月 你看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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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万 五六千加起来的年薪是 六万 七万 咱们算税后七万二 这二十万 咔 然后在这待三个月 又发现自己不喜欢 咔 你咔到什么时候 你真的不开玩笑 尽管自己思维的方法被科学的训练的很成体系 但是可能真的还是因为社会经验太少 所以这个从物理学到人力资源的转变方面太诡异了 这样啊 他很清楚 我觉得你现在告给这些职位他根本不知道他没法判断 而且这个关键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求求者他非常非常清楚他想要什么 没错 那我们不要去 其实我不认为他 我不认为他非常清楚他想要什么 就是基本上你们现在做的事叫做和惠子集体捣乱 对吧 人家又啊那个 你交付给那个 小燕来提问 没有我觉得他特适合替我 我说今天就做我的助理的助理 今天我就对这人不爽 你去给我把他说疯了算 说到他跳楼为止 我觉得他特适合干这角色 你觉得 我让他调整一下我的语速 你不用调整 你调整了之后你会不舒服 我知道有无数的问题 稍等 控制你的说话的欲望 12位 现在先做出判断 去或者留 请选择 四位离开 而且陈昊离开的莫名其妙 多好啊 走了 你不用说话 沉浸在内心世界里 现在还有八位在场上 天生我有难 接下周老师的建议 你好惠子 很多老板都说 你表达能力很好 思维很缜密 这我也非常的认同 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话 忠言逆耳的一句话 我不希望你还是用 刚刚的这种语速来表达 因为老板们都说 不用不用没关系 但是肯定有那么几位老板 他是没有听明白 你在说什么的 那让他们走呗 因为你这样说 我感觉不能呼吸明白 好累 谢谢周老师 其实我还真喜欢 那个说话这么快 就是我觉得和他说话 对于我的心智来讲 是一种挑战 对没问题 其实表达还是很好 而且你本来是表达能力很强 而且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有没发现 眼疯的疑似都变快了 但慢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的思维是模式化的 就像一台电脑 所以一旦他突然出现一些实际情况 死机的时候 好像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我会担心你在实际操作中 尤其是在行政工作中 你碰到一些具体事物的时候 突发事件 你的灵活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知道怎么样 你碰到了一些什么复杂的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的 能说一下吗 好 今天给大家讲物理 你注意啊 这些同学 哇 物理那叫一差 差吧 差 哇 太说实话 物理特别差 没希望了 家长都放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来了 来吧 老师 姚老师 好了 那我们开始上课了 咱们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 好 咱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上学一段时间了 然后呢 咱们会发现 高中物理跟初中物理是不一样的 初中物理说速度 叫速度变化 叫位置变化的快慢 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 对不对 结果到了高一 啪 来了一个加速度 这个东西是什么 好多同学说 这个东西特别有问题 来给你们举一个小例子 假设有一天呢 我们张同学 没事 站在马路上 开始看车辆 这个时候有一辆奔驰 咔的一下 从眼前飞过了 然后张同学说 哎呀 真快 又有一辆QQ 咔的一下 从眼前飞过了 张同学说 哎呀 真快 然后这个时候呢 前面是一个悬崖 然后奔驰就咔的一下 杀住车了 然后张同学说 哎呀 真快 再接下来那个QQ呢 嗯 就擦出了一股烟尘 然后带着一声叹息 就下去了 对吧 然后张同学就说了 哎呀 真慢 刚才呢 我说了三个快和一个慢 来同学们 这四个词的物理意义 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为啥不一样啊 哎 前面两个是从A位置 到了B位置 这个叫做 位置变化的快慢 它是咱们非常熟悉的速度 对不对 而后面 我说刹车快 这个东西说位置变化吗 是不是从有一个很大的速度 到没速度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速度的变化 它就叫加速度 所以你觉得它并不抽象 比如说某同学 归兔赛跑 兔子一下冲出去了 这个时候 他也是说他起跑快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加速度 大家不要觉得好多的物理概念特别的抽象 其实你在生活中是能够看到它的 讲得挺好的 挺好的 而且它这个 它的事业 非常非常容易产生互动 我只需要声明一点 关于QQ掉下去的事情 是它说的 和我和本台立场无关 小燕 惠子 我其实正缺一名这个培训与开发的专员 但是那你要依托的就是我们这种家居家居 生活方式 跟它沾边的礼仪啊 我们公司的文化背景啊 整个的这个 你有兴趣吗 就是在今天来之前的时候 我是对两个企业比较感兴趣的 一个是福能集团 今天没有来 然后第二个是五八同城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电商互联网 也是一个就是以后 对于我选择来讲 会是一个稍微广阔一些的平台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之前看过几期 顿东老师带姚总录的那个节目 然后我非常希望能够去学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刚才小燕姐说的这个 我就是没关系 没事没事 我要打算一下 我跟你说啊惠子 我现在要开始批评你了 口口伤人 口口伤人 先是小燕问那问题 你就拒绝了 不像有的人会婉转的说 啊其实我也是可以考虑的 第二 姚进波是主来 姚进波去国外的时候 断东来 但是这专门强调 我看了几期断东录的节目 然后使得我想去你们那 姚进波你知道你的人格魅力了吗 知道了吧 收住笑容 收到 好的收到了太好了 来因为现在场上还有 八位 所以第二次表态 应该说惠子的意向是越来越明确 和越来越坚定 所以 继续还是离开 选择 小燕离开 我能再说一句话吗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可能我就一路走来也都挺顺利的 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能是在就是社交上面 就周旋于各种场合的能力还确实不够练达 然后刚才就是 我不是有心的所以不好意思 你不是有心的但是说出了你的真心话 来听一下各位给出来的职位 五八同城 我们人力资源部的专员 断东在HR领域在中国的HR领域都是有知名度的一个人 所以你到五八来第一平台够大人员也够多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HR是相当专业的一个部门了 他的师父有可能是断东吗 断东会亲自带 对每个人断东都会亲自带 好的来国家院产业基地 给你的那个职位是两个 一个是人力总监的助理 还有一个就是人力总监的专员 好的黄远南 虽然你的离开呢可能要失去一个好的老师 但是今天的优势呢 并可能会被明天的这个趋势所取代 那我给你的职位是我们集团人力 资源总监的这个助理 总监助理 谢谢 来 斯凯乐 曾花 慧智 你喜欢户外吗 我特别喜欢旅游 是吗 好啊 欢迎加入斯凯乐吧 然后我们可以尽量去旅游了 那个斯凯乐给你提供的两个职位 一个是能力资源的一个专员 还有一个就是培训专员 好 列聘网 慧智你好 列聘网是一个做这种专业招聘的 高端招聘这样的一个网站 然后我们其实在人力资源上面是比较专业性的 我给你提供这个岗位就是 就是人力资源总监助理 然后我是希望你是从这个培训这个体系可以做起 列聘网在这个HR领域里面最强的就是招聘 然后你可以完全可以切入到这一块去 学习这个招聘这个块领域 好 人力资源总监助理 来 洪诚集团 洪莫 人力资源的专员 那么从培训这个模块做起 那么洪诚呢 因为已经做了13年 在这个人力资源的各个模块上 已经有相对完善的一些体系 能够在这些方面给你有更多的提升 帮助你来跟我们企业一起成长 好 你是个有主意的人 我其实也挺没主意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有主意表现到底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四盏灯关掉 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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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我们也不是马后跑 我就猜到他是留这两条钱 所以你早就该走 但是我一定要提供 我要通过这个平台 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岗位 好了 知道了 现在有两家留了下来 黄海南愿意一次一次地被灭 成全别人 现在被成全的两家 猎聘网和五八同城 但是谁说被成全的是两家 只有一家 有人是陪绑呢 有人是陪绑呢 谈钱不上感情 因为你没有这个HR的背景 当然你这个沟通形象 包括学历都不错 而且有很强烈的意愿 所以我相信你在HR 这个专业能够做好 我给你的薪资底薪五千 好 谢谢奥总 我们这边薪资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我们在 这个专员上面不会有你要求那么高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做他的助理的话呢 我可以在试用期给你五千 转正之后满足你的要求 如果你在这个 这个试用期里面能够表现出特别好 因为我们公司跟五八有个很大 不一样在哪里呢 五八 HR只是它的一个部门 在我们公司 HR不仅仅是个部门 而且还是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会有很多机会去学到更多这种 HR领域相关的东西 好啰嗦 然后将来这个 我面对是一个强大对手嘛 我知道 好 别看我 这回我更给不了主意了 我要是给你建议 招这俩人 谁都招 所以啊 你看周老师 平时最爱给建议 这会儿也不说话吧 对吧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五八同城 还是利聘网 还是选择该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五八同城 还是利聘网 还是选择该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那我选择五八同城